剛剛在10點7分的時候 在佐西鄉 也就是這個花蓮縣政府西南方69公里的地方 那他是發生規模5.9的余震 那他主要是在佐西鄉 那他距離主鎮的位置確實比較北邊一點 他距離比較遠一點 那佐西是目前我們所看到 所有余震裡面 就主鎮發生之後才有的 所有余震裡面最偏北的位置發生的 那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但是佐西這個地方的發症的構造 跟主鎮的發生構造 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應該是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他也是受到主鎮的引發 所以我們還是把佐西這個地方 在之前事實上也有發生 只是規模比較小 那我們也都把它納入余震的範圍內 所以我剛剛有說過 只要是這個主鎮的 這個大地震的序列 雖然一定會引發周邊的一些發症構造 也跟著產生地震 那佐西這次10.7分的這個規模5.9 就是這種狀況所產生的 那這整個地震的序列呢 北邊呢 最北邊是大概差不多就在佐西這裡 那往南邊呢 我們所看到的發生的引發的地震 最難是露野 我剛剛有說過 那整體來說 他們次數都不多 那佐西這個余震呢 有高達規模高達5.9 算是比較大 那如果以這個情況看起來 他應該自己會產生一個 這個余震中的 這個所謂的 佐西地區的余震群 後續的余震裡面 可能比較小的余震應該就會增多了